今天看看舊用品的維修 很簡單的維修 最初就找到 有些人不要 在那裏拆一拆就找到 它最初都 貼的膠紙和牌子都有點爛了 因為可能再開 再爛多一點 不要緊 就買一些好像UXU那些 這隻牌子挺好的 它內地有另外一隻都很好用 那隻應該都是差不多顏色的 就可以貼上去 那燈呢都靜不了 是沒有壞 換了電芯 它多特別 這款是三顆電芯 那這裏就是著燈 前面這盞燈 都很乾 那這邊呢 就是著了全部燈 那這裏有時候做事 就方便 去燈 去燈 看東西 都看得到它很乾 這裏有時候 先看清楚 都很浪費 所以就是不要浪費 它可能有時候 開不到呢 其實真的未壞 有時候 可能沒有電 或者裏面可能 接觸不良 那看一看 怎麼做 都不會太難 那你 首先 看清楚 它是 怎麼裝的 先 那你知道 這個反光板呢 就是這樣裝 對它的形狀 然後 下膠水下去 先 先 放高 先 放高 如果你覺得這裏 賣乾淨 它可以用設置 就是 將它的 可能黏在那裏 就 黏上去 看看 這些膠水 這些要剁開 有些 可能不用了 不用 就是這樣 它那裏是平滑 這樣 然後 把它黏上去 它可以這樣吃 它有些 可能會是 比較透明 所以 它是多 最好 就是 下少少少 都 比UXU 稀少少 開下去 就這樣 黏住它 所以 這個 立刻要 要剁開它 多了的位置 然後 找些 牙簽 最好 我照顧 還有 Oo 有時候可能加些膠水之後就連回 都很接近了 試了那個位置可以 你就再拿出來 貼膠水 應該貼在這邊應該好些 剛剛貼在這邊 小心膠水 質地 有些透明膠 就好多 這個比較特別 這個好像稀少少 不過可控性就高些 就多些時間給你轉 這隻隻都要用得對 才好用 可以了 但它都很實 這樣有多些滑 其實就是 平時的絲割膠也是這樣 那個技巧 這樣它會很實 乾乾了 可能明天 明天做出來 已經是 完全沽地 乾了 好 是 是 有的 有的 沒有 是 有的 有的 我看到它很乾 最重要的是 我頭部沒有爛就好了 如果頭部沒有爛 就可以用這個勾 就這樣放進去 只要用膠水就可以了 最重要是乾了才可以用 打印了